那我要先到这里 我进行一些手部的一个清洗消毒以后 再进入这样的一个风铃室以后 我们才能进入我们的二楼的这个灌磨装车间 清洗以后呢我们要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烘干机 烘干以后我们这样有一个消毒器 手部的这个消毒机 把手部再次去消毒清洁一下 进入我们的这个风铃房 好的过了这样的一个风铃室呢 我们马上即将要来到我们的这个灌装车间 那大家知道灌装车间是做什么的吗 那就是把我们刚才在一楼的乳化车间 看到的我们的乳化好的很多的一些半成品 来和我们的产品的包装包裁一起 我们来去灌装制作成成品的这样的一个车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台设备呢 就是我们的150毫升平衡水的生产线 现在是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我们这台生产线 是我们的那个法国全进口单频的这个月产能达到100万平 那这台生产线呢 这个它采用了全自动的智能生产设备 这台设备有这个四伏电机运行的这个 我们可以精准地控制我们的灌装量啊 它的这个同时有八只这样的一个多头灌装来进行同时作业 它的灌装的精度可以去达到正负0.05克 我刚才有跟大家去讲过 就是我们150毫升的平衡水 它的误差范围在0.05克的这个范围之间 真正实现了非常的严谨的这个制作的过程 这条流水线相关的这个人员正在做我们的这个平衡水的上盖啊 每一个设备上盖了以后呢 它在这里有一个自动悬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自动悬盖以后呢 会经过我们的这个传送带 再到我们的这个外面的包装车间啊 所以他们这间就是这样神奇的通过一条传送带 为大家所打通了我们的灌包装一体式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啊 好的 大家可以跟随跟随一下我的脚步啊 这条生产线呢 就是正在做的是我们的热销的80毫升的这个拍拍乳的这个产品啊 我们的整个生产线也是意大利全自动进口 我们的月产能达到了120万平 我们的工作人员同事啊 都在努力的加班加领的这个工作啊 以保证我们啊 双十一期间的这个销量啊 同样的我们这里的这个设备呢 也是一样的会连接到我们的外面的包装车间啊 来进行全自动化的智能包装一体化 最终才能够形成我们的这个成品 成品检验合格了以后 才能到我们的这个仓库 才能够最终到消费者这个手上 这个呢是我们一台小银馆的设备 哎可以看我们小银馆在这个转盘上转 因为它包装包裁非常的小啊 每一小只是5克5毫升 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精准的作业 就是我们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这个灌装头 会把我们的这个半成品的料体灌装进我们的这个产品包裁里面以后 经过全自动化的操作啊 才会去到啊我们的这个包装生产线上 那么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 现在在灌装的就是我们的软管类的啊 现在在做的呢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拍拍乳的小样装啊 最后呢我带大家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面膜的一个生产线里面 那这个设备呢采用我们多头同时灌装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设备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管道 会帮助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这个料体去灌装进入我们准备好的这个面膜袋内 啊最终树峰好 直接传递到我们的外面的这个包装生产线啊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呢 好的那今天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灌装生产车间的整体的一些情况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